大家要留心核電廠 先講講俄羅斯的情況 俄羅斯本身在富爾斯克州是有一個核電廠 而這個核電廠已經在掘戰毫 即是在附近掘戰毫 這也是相當有趣的一件事 即是他們預計了這個核電廠有危險 所以他們很快就開始掘戰毫 俄羅斯的防禦線,你會擔心 烏克蘭部隊最終會進到這個地方 其實是很遠的 大概是他們邊境60公里左右 當然以北部隊來說 不停用空中攻勢炸到沿途開花後 部隊會慢慢滾過去 但是烏克蘭不是這種 都是要陸軍開牢 你要60公里來計算 對方的防禦力強的話 都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60公里,現在走一半路線 按道理強攻一定能進去 不過這樣是不著數 因為你要長治久安慢慢打 就不可以損失那麼多部隊 亦都不適宜損失那麼多士氣 所以現在似乎慢慢的推進 向北,西北,甚至乎向東的拓展 其實最近的形勢 我們都看到路線大概是這樣走的 Anyway,你看到俄羅斯 不停地在附近掘戰毫 亦都嘗試慢慢向外圍去推 如果看到這個相對的距離 還有少許時間可以做到針對性的防禦 如果你說現在的核電廠 現在都應該要關閉 按照道理,他們現在應該不會再用 富爾斯克的核電廠去做一些 你説要關閉了 所以那些成品應該會少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 我覺得是比較有趣的位置 不過,重點呢 今天是說另一個核電廠 就是紮波羅伊那個 紮波羅伊那個核電廠 最近就有黑煙走出來 這件事令大家非常擔心 因為有黑煙走出來代表什麼 就代表一定有些事 正常我們知道 現在紮波羅伊的核電廠 有六個反應堆 全部都已經進入了一個 co-process 即是冷處理的情況 即是說基本上 現在只是困難,不會 不會用來發電的 已經關閉了所有發電的程序 現在純粹在coall down 那個核電廠 在這樣的情況 你竟然突然間 你見到冷卻塔 那樣沒有煙 就令大家開始擔心什麼事 當然,你見到 紮波羅伊的核電廠 首先,整個 紮波羅伊的核電廠 都仍然在俄羅斯部隊的控制之下 所以如果烏克蘭要做手腳 第一要由外部做手腳 即包括發射火力 例如重炮 炸彈 導彈 火箭 怎樣計算都要攻擊這裏才有效 但又不像 附近 最有機會攻擊到 應該要用海馬斯來攻擊 或者用到巡航飛彈 例如頭皮飛彈 或者我們講到 Storm Shadow 這一種 巡航飛彈的襲擊 但又不像 因為這樣襲擊 很明顯 這個土地也是那一句 是屬於烏克蘭的 沒理由炸爛自己 子子孫孫世世代代都在這裏居住的土地 所以沒有問題去做這件事 不過你見到 它吹煙的情況 又令大家想 是否受到攻擊 因為最近Youtube的情況 就算我們不能夠 真的把冷卻塔 發出黑煙這件事 就把陀螺出來 我們唯有 用著這個會噴黑煙的設施 頂著當線 真的不變之處 敬請原諒 甚至乎最近 有朋友批評 我們要不停用東風飛彈 去擺一個題目 其實熟悉的網友都知道 這是不得已的情況 因為不這樣 我們是出不了錄標的 所以用到中國的武器 祖國幫我們一把才行 但有朋友說 我們的標題不符 我們只能夠說 真的應該不是我們聽開的朋友 所以聽不到我們的中國 也沒有辦法 如果這樣變成標題黨 也真是不好意思 我們都說過 令大家有不舒服的地方 我們都只能夠自怯 所以這張圖 大家就頂著 你就要幻想這架 不是富之獵座富豪 這架是在鎮波羅熱 現在的核電廠冷卻塔 放出來的黑煙 黑煙怎麼來的呢? 一定是燒著的 通常這個冷卻塔 其實它們都會出煙 不過它們會出白煙 因為那些是水蒸氣 這是很簡單的事 大家都明白 冷卻的過程 裡面有一個熱交換的過程 最後會出水蒸氣 一個非常乾淨的氣體 當然你說會不會有少少溫室呢? 我不敢說 但相對都會減得比較低 所以對整個環境的破壞是接近零的 但是,如果出黑煙 代表有些事 例如我們說的燃燒物 尤其是 它不是整個有效地燃燒 就會產生大量黑煙的情況 所以相信它們是用了一些車輪 就是燒車輪 即是在cooling tower的下面燒車輪 然後就會消失這些黑煙出來 這個大家都能夠想像得到 車輪其實是hydrocarbon的一種 即是我們說到它是屬於石油的副產品 最後加上橡膠變成輪胎 但其實它是hydrocarbon 即是氫碳物的一種 氫碳化物一種 所以你將燃燒 極有可能在一個不完全有足夠的氧氣混合之下 產生了大量黑煙 我們就不多說了 總之這些黑煙 其實它要模仿被攻擊 出來那種黑煙的情況 咳咳咳咳咳 當然這個 你可以說第一個就是警告烏克蘭 警告烏克蘭就不要再繼續攻擊 現在富爾斯克這個地區 否則我便會移動你這個核電廠 其實這也是一個很明顯的政治信號給大家 政治警告就是你移動這裏 我就會移動你這裏 我想這個信息也再明顯不過 所以今次就燒車輪 下次就不知道燒什麼 這個似乎就是今次我們看到的 這個核電廠 他們處理的情況 這個是其一 另一個也都告訴大家 其實他們現時是手握著這個核電廠 你都不要搞另外一個核電廠 即是我們說現在在富爾斯克州裏面的另外一個核電廠 即是你不要打他主意了 你要想想你自己一個全歐洲最大的核電廠在我手上 所以你要remind 你真的要記住 在我手上 真是一個核電廠現在在這裏 當然整件事是非常卑鄙的想法 亦都是一個小人之心的想法 但亦都很明顯看得出 即是我們見到現在的國際原子能的總幹事都說過 現在這件事上是大家要追大程度的克制 譴責任何破壞分子 千萬不要搞核事故事 因為一搞,真的整個歐洲跟你攬炒 當然俄羅斯就一定在其中裏面 所以在這件事上 我們見到俄羅斯仍然是空悍的本色會走出來 仍然會告訴你 我們都可以玩攬炒的這條橋 我相信都只能夠大家 繼續觀察著情況會如何發展 給大家聽說 今天是這條橋真有様的 例子 我們在朝廈 我們在朝廈 天堡